計年多前的月球錶之後 Swatch 終於有第二GIG的搞作 今天我走過銅鑼灣藝專門店 亦都放了五隻 但沒有人排隊 這次也是第二GIG 計算上次的月球錶之後 也是OK的 看到很多顏色 是五隻的五十層 你看到這個牌子 鶴形 亦都是Blongpan 然後是Crossover Swatch 的一隻膠錶 你可以這樣理解 或者叫做Bio Ceramic 但這次特別的地方 跟上次KON不同 它真的是一隻機械錶 用回Swatch旗下 以前我們會稱為System 51 即是整隻肌肉 只有一顆螺絲 剛才也看到了 亦都做了一個透底 所以基本上就好玩一點 感覺上是一隻機械錶 上次Smoon Watch 是二千頭 二千一百多 可能機械錶來計 賣貴多一點點吧 我估計 我沒有問它多少錢 我估計是三千附近 三千一 這些價格 看看五隻顏色的分布 我都拍攝了 不知道它的配件 當然不會有這麼大的盒子 這個在DISPLAY 50層 很軍用軍事 PELICON的盒子 有一隻橙色 但它都是淺色面的 你看到一隻黃色 橙色即是橙圈 不是橙圈的配搭 黃殼 黃圈 但是一個黑啤爪 黃黑的設計 就像黃蜂一樣 有一隻正宗一點 都是一個黑色 水泡型 你覺得是否相似 我覺得都OK 綠黑色 你看到全部帶都是配合 以及後面都是跟著的 SWATCH的機械 你都看到普通自己推出的 它都是配合鴿板有不同的花紋的印刷 這方面 也不用擔心 一定有獨特的設計 最後就是一種深淺藍的組合 以一種海洋為主題 亦都配合50層作為一種潛水鏢 SWATCH的一個演繹 亦都可以 比傳統的寶柏有更多的彈性 因為它可以在機身上 印刷很多不同的圖案 以及圈 殼的物料 亦都可以有不同的顏色 你看到标盤 除了寫著大大隻字 屬於Bronk版之外 其實亦都寫著50 Vatums 所以正是這兩個品牌 已經值回租了 留意幾個特點 即是50層它本身有些不同的元素 例如No Radiation 或者一些軍事Mule Spec的版本 亦都放在這裏 某兩個款式 加上水泡圈的做法 亦都有不同的顏色 只買個殼都值得 至於買多少錢 3000元我都是估計的 當然要問SWATCH的官方 才能核實 等会儿